大家好,你們有沒有試過買完一些外置的電腦周邊設備回來 才發現它不支援你的電腦系統沒辦法使用呢? 今天想教大家簡單幾個步驟 可以看看自己電腦在用什麼的電腦系統 首先我們可以在畫面左下角按開始 點擊設定 選擇系統 拉到最低人關於 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自己電腦在用什麼裝置規格 以及安裝了什麼Windows系統 只要在買這些產品之前 看看自己電腦在用什麼Windows系統 不怕買回來才知道用不了 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